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手向当中有财富纹 这个大拇指的第一和第二指节之间 并且手向当中还有夫子眼 夫子眼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种纹路 类似于二郎神的天眼 有之必能大富大贵 大拇指的第一和第 这个指节纹有三条 类似于这个眼睛一样的纹路 就像这种 这个有三条 有两条的有三条的 都会称为夫子眼或者是凤眼 有这个纹路呢 为人聪明 做事比较稳妥 这个出身也比较好 年纪轻轻就能够有一番作为 通常出现在大拇指上面的这个纹路 都跟早年的运势有关系 父母助力比较多 家庭条件非常的好 这是一个 那么冲天文 冲天文呢 压住了事业线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在事业线当中啊 他没有冲破天文和人文 在年轻的时候运势不错 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会经历一些风雨 个人的运势呢 并不好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婚姻呢 并不满意 做事啊 虎头蛇尾 而且生命 生命线如果是中途分叉 像这种 也是一种 这个 就是说过第二种人生吧 容易这个 吃两家饭 就是你的生命状态 发生的急剧的改变 就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手向当中 小指的根部啊 这个是为水行丘 这处呢 如果是有竖线 这叫前财纹 财运线另外一种 财运线是从水行丘出发 跟感情线平行的一条纹路 甚至有的时候跟感情线交叉 交叉的话并不好 代表这个因为感情而破财 这个财运线跟前财纹是不同的 那么如果是前财纹 这种竖线 比较深 比较直 多条 这个就是代表前财 财运会非常好 如果是有些人呢 凌乱弯曲 这类人呢 不但是没有财运 而且呢 这里也存不住钱 这是一个 好了 有关这个手向的一些内容呢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